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动漫短片《人间诗格》 电影一开始,一个记者出现在画面里 他穿着厚厚的防弹服,戴着一顶头盔 背后的空间看起来是在一个监狱里面 记者开始报道新发生的事故 本周一名保安在隔离被攻击致死 而这种事在解药研发后五年内是第一次发生 所以到底是研发了什么药呢?患者又是什么人? 就在记者有条不紊的报道时 镜头捕捉到了他身后的一个人 那个人看起来并不像是正常人 更像是欧美电影里的丧尸 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被治愈的患者 应该就是丧尸了吧 丧尸安迪并没有攻击记者 记者也通过摄像头发现了他 安迪兴奋地向记者说着话 呼唤自己的朋友单过来 还把他们邀请进了房间 但显然记者并不领安迪的情 他实在受不了房间里的奇怪气味 等安迪忙完记者开始问他问题 原来安迪和他的朋友自从患病后 就被安置在这个营区六年之久 记者还想再问什么 另一个丧尸丹从里面走了出来 丹就更怪异了 甚至连下肢都没有了 肠子还搭赖在肚子边上 记者被吓得不轻 但他也不敢表现得过于明显 他继续采访着两个丧尸 问他们一般会做什么 安迪告诉他自己会沉思 而丹则一整天什么也不干 听起来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 记者又问他们 现在还有某些渴求吗 这里记者的意思应该就是 只喝血咬人的欲望 安迪说自己对有机蜂蜜非常感兴趣 他或许根本就没意识到记者的意思 丹却比他更敏感 他质问记者到底想要问什么 他肯定地回答他想要的是正常人的生活 而不是被安置在这个地方 到最后丹情绪开始爆发 记者更加害怕了 他害怕自己像保安一样被袭击 挣扎着想要逃出这间房间 安迪责备丹让他停止暴怒 两个丧尸开始指责起对方 记者则趁机跑出了房间 摄像并没有放弃拍摄的工作 他继续记录着两个丧尸人的争吵 丹不停地说自己现在一无所有 他原本应该享有自己的生活的 安迪则一言不发忍受着丹的怒气 听完他的抱怨后 伤心地跑进了厕所 丹发现完后 又意识到自己的不对 赶紧追上去给安迪道歉 还吹着自己最擅长的口琴 安抚安迪的情绪 安迪听到后打开了门 两个丧尸又重归于好 看起来就像是家常的争吵嘛 但温献的画面很快就被 突然出现的记者打断 记者让摄像师赶紧出来 并在墙上伪装丧尸写出了 滚回你们的坟墓 用这个画面拍了一个外景总结 说什么 即使已经有了可以控制丧尸的药物 但丧尸对人类来说 仍然潜伏着危险 他至始至终都对丧尸带着偏见 相信很多人看完都会觉得 记者高傲而又无知 但事实上 记者会是很多人的缩影 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 也切莫像记者一样 高傲无知又带着主观的偏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